为了庆祝父亲节 人和社区发展协会 南投县青年返向服务协会 也邀集世代公益协会 凤梨爱心团队 凤梨乐活乐团等单位 之前就在人和社区发展协会活动中心 共同举办庆祝父亲节的活动 除了有精彩的舞蹈及音乐演奏之外 世代公益协会凤梨爱心团队 也准备了丰富的营养品 给长者补充营养 现场的气氛温馨又欢乐 咸圆林如阳也到场共襄盛举 我们人和巨姐已经从去年八月开办 到现在已经满了一年 那今天很高兴邀请我们凤梨乐活乐团 和公益世代协会 来这边办理新族父亲节活动 他们带来非常丰富的礼物 跟长辈同乐非常开心 感谢他们来帮这些长辈庆生这样子 我有两个身份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是凤梨乐团的团长 也是世代公益的爱心团队的团队长 那父亲节我在这里办的第二场的 庆祝父亲节我带了90个蛋糕 还有牛奶 还有一些营养品来给长辈 那每个长辈都有一份 这是世代公益赞助的 先缘林如阳感谢主办单位及各个协办单位的用心规划 与社区据点办理此次的庆祝父亲节活动 可以看到现场活动的每一位长者都非常的开心 除了祝福他们父亲节快乐之外 未来社区若有需要协助的地方 不论是硬体又或是软体方面 都一定会全力争取 今天非常欢喜在我们林河川这边 跟我们的世代公益协会 还有我们的凤梨乐团 那今天特别来到社区这边 来给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来一个庆祝 特别是要庆祝我们的父亲节 希望说我们在地的乡亲时代 身体都可以更好 所以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能够让我们在地的一些 相信我们的阿公阿嬷 都可以身体更加的健康 如阳这边除了支持 我们的在地的家政班 跟我们的环保志工之外 任何有需要如阳这边来协助的 我们也会尽量来协助大家 在这里又祝福我们所有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而由于世代公益协会 凤梨爱心团队以及凤梨乐活乐团 在父亲节期间有多长的公益活动 才导致人和社区这场 庆祝父亲节活动延期办理 先愿令如阳 除了感谢他们的善心意举之外 也期许未来能够持续地扩大办理 将爱传递下去 记者邱平俊 民间乡采访报道